痔疮又称痔病,是肛门和直肠下端肿胀的静脉,痔疮与静脉曲张相似,痔疮可能长在直肠内,称为内脂,也可能长在肛门周围的皮肤下,称为外脂,痔疮的病因还未发现痔疮的明确病因,一些比较有可能的原因包括排便不规律便秘或腹泻,缺乏锻炼,低纤维饮食,腹部内压过高如长期劳累,腹水,腹腔内肿块或怀孕, 遗传至静脉中五半膜,年龄增加等,其他会增加患痔疮风险的原因包括肥胖,久坐,慢性咳嗽和盆底功能障碍,但尚无足够的证据证明这些相关性,中医认为本病的发生多医饮食不节,过时辛辣,久色过度,湿热内生,下注大肠所致,或因久些久利,久坐久利,久忍大便,妊身而引起阴阳不和,关格雍三,经脉流逸,渗漏肠间, 以致冲发为致,或因外感风,湿,躁,热脂鞋下注肛门所致,固制宜清热解毒,趋风力湿,凉血止血,活血化淤,补气,润肠通便,西医治疗痔疮有很多种方法,有药物注射,有手术切除,有结扎痔疮根部等等,中医有中药内服外敷,外洗,涂抹膏药,也有各种类似于外科手术的方法, 由于中心医对真正引起痔疮的病因都不明确,所以没有好办法彻底解决痔疮问题,赵医生在30多年的临床医疗实践中发现,真正的致病原因是,支配直肠肛门周围的神经功能减退,不能使局部的静脉正常回流,静脉痘扩张,下垂或感染, 这些非自主神经和部分自主神经来自腰底部,长期受到重力造成的压力,如拖出的椎间盘,以及紧张的肌肉韧带等软组织的压迫,从而使其失去正常收缩和传送回流血液的功能,要真正从根本上预防和治理痔疮,就要治疗腰底部的疼痛,僵硬活动受限,椎间盘拖出等,赵医生治疗了很多例各种痔疮, 在经过一段时间的腰部推拿彩敲和针灸治疗之后,都奇迹般的自动消失了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